Hello Automotive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 那疫情当下我们暂时不能出门拍摄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继续拍摄这个绿屏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见谅继续支持我们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国货 我国的国产车目前有两大品牌 Proton 还有Produa 那这两个品牌对我国的汽车工业也好 还是这个汽车环境多好呢 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今天我就选出了五大最Best的Produa车款 它们当中有的是很经典 有的是影响深远 有的是胜负重任等等 总之不是五大最好买的Model Ball 而是我觉得最有影响力的 Top 5 不过在这之前就先让我和大家大概解说一下 Produa 的历史 Produa 其实是 Produa 也就是第二国产车 非常简单暴力 它成立于1992年 那和Proton 一样 这个Produa 也是有学习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西服啦 Proton 是 Mitsubishi 而Produa 的就是 Daihatsu 那 Daihatsu 因为是Toyota的制品牌之一 所以Produa 也是有一些Toyota的技术啦 像是这个 VBTI 啊 还有最新的 DNGA 等等 可能你会讲 哎哟 不就是铁牌换Member 的车咯 其实 首先 先撇开这个开发新车需要的技术含量 还有知识不说 我国的市场 很小 我们的量不足以去消化完全自主开发一辆车的成本 所以找一个合作伙伴 re-batch他们的车 然后从中学习 是最实际 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做法 第二 Produa 成立至今呢 其实已经从单纯贴牌发展到有自主开发的能力了 而今天我要讲的第五名 就和这个有关系 Artiva 会在名单里面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多新技术 我觉得已经是到改朝换代的level了啦 那这辆车和一网的Produa车款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 DNGA 模组化平台 这个底盘简单来讲就是Torota DNGA的经济版 它使用了很多高杠性的杠材 成功减重的同时也因为高杠性 所以车体更加的稳固 让它拥有超越同级的稳定性 舒适性 还有安全性 就连隔音都有所进步 我之前在试驾Artiva的时候就发现这辆车开起来感觉很不一样 整个就solid的很多 以往Produa给人那种开起来比较佛还有比较闪的感觉 在这台车身上是改善的非常非常多 再来就是全新的1.0涡轮引擎 Produa 首剑 还有就是CVT变速箱 这个也是首剑 告别了祖传的世俗自拍 不止如此这台车还多了很多新科技 什么电子仪表啦这个很fancy 流水方向灯啊会自动遮蔽光源的自动远近光灯 车道维持辅助车车盲点 车主动式定速巡航这一些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那这些功能以往要在10多20万的车才会看到 但是在这辆7万块的车 它给你这些东西 我觉得论技术论科技论配备 它绝对算是Produa的其中一个里程碑 而且这一些新世代的东西接下来的Produa新车 都会有 是不是很期待 对了这台车其实Produa是有分派出一个为数30个人的设计团队前往日本一起开发这一辆车的 所以你看它的车尾有点像三代Mivik 不要奇怪 因为它的血统里面多少有马来西亚人的心血 不是单纯的rebatch 而是有份一起开发 其实这台车并没有什么wow factor 但我觉得它对我国的汽车市场是有一定的影响 一个正面的贡献 Alza 是基于当时的一代Mivik 延伸出来的7人座车型 严格来说它其实是贴牌至这个Toyota Paso Cete 和 Daihatsu Boon Luminas 所以它还算是一辆JDM 真正为日本市场开发的日规车 日本市场的车你就知道它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辆MPV它是一辆比较像轿车的7人车 在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的市场 7人车的话 10万令吉以下你只能买到一些专门为东南亚市场开发的车 所谓的二线车款啦 像是Gradale Mina 这个轿车是MPV可是它要8、9万 那再便宜一点的就是Toyota Avanza but这辆7人车因为底盘的关系 开起来像拉货的货车 再继续便宜下去的话你就真的只能买货车 也就是所谓的Van车 但是Perodua就在那个很多人开始想要7人车的年代 推出了Auza这么一款车 5、6万你买到一辆像轿车的MPV 也是当时国内最便宜的real MPV 给了想要一家大小巴雷甘凤但预算不高的马来西亚家庭 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也是它在这个名单里面的原因啦 它让不少地中等收入的家庭再也不需要一家大小 可能6、7个人挤在一辆5人座的车里 而且这辆车的安全配备在当时来讲已经算是full spec了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像是第一排整排过去的bench seat 而且还有舒服的这个arm rest 那个时候很贵的日系车才有的foot parking brake 脚踏式刹车 第二排第三排座椅的这个折叠方式也和当时比较attest的这个Toyota wish一样 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就把这辆车当做清零版的wish 那除了因为还是小车的车角所以弹跳稍微比较明显以外 其实这辆车以这个价位来讲已经算是很舒服了 空间又很宽 我弟弟本身是有这辆车所以我还蛮常坐的了 我还记得我父母甚至比较喜欢坐Auza多过家里的wish 因为冷气比较冷 而且二排座椅的这个legroom其实是一样宽的 加上灵活的这个座椅面还让它也能轻松的载大型的物件 所以不少myvi budget 的这消费者最后也选择它 因为偶尔可以来载货 第三名我直接放两款车 因为它们是同个底盘开发出来的 兄弟车 在myvi出现之前 Galisa 和 Canary 算是当时的 Prodra 的神话 尤其是Galisa 这款车 它当年是推出来取代Gantio的 但是因为价钱关系它最后只是取代了高阶版的Gantio 而Gantio 660 则是继续售卖 Galisa 它是基于 Dihatsu Mira L700 这款车打造而成 而这个L700 也刚好就是Gantio的原型车 Mira L200 过后的后代啦 相比起Gantio 我觉得它是奢华了很多啊 尤其是多了Power Searing 这个东西 当然里面空间也是宽了很多 整个氛围和设计也是Atas的不少 这台车是一辆标准的K-Car 尺寸小巧车重也只有760公斤 在日本Mira L700 是用660cc Na 和 Turbo 但来到我国因为国情关系 换上了1.0公升的3缸 Dio HC 电子烂油喷射自然进气引擎 以那个时候来讲算是蛮新的一个科技的 那个时候很多车子其实还在用着Carburator 而过后Prodor 也追加了一个850cc的入门版 格力萨会这么说的欢迎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size 非常适合拿来代步 买菜容易 Parking 也可以随便插 它又有Power Searing 很容易开 而且又生油 我家里就有过一辆格力萨 那是我爸爸换掉旧车买来给我学开车的 讲是这样的讲啊 结果反正是我家两老 真的来开这辆车 因为真的是太方便太好用了 而且动力方面它算是又轻又快 加上它的底盘其实也不错 操控那些都蛮直接的 开起来会有个Go Kart的感觉 当时它是和这个Suzuki Swift一样都有清明版mini Cooper的称号 你不要看这辆车这样子啊 不管是手牙还是自动牙 在云顶的圈数可是排在前面的啊 至于葛拿瑞我就觉得更特别了 它算是最有K-Car精神的车种 K-Car这个东西其实是日本政府因为土地有限而想出来的政策 所有K-Car的车身长度 宽度还有排气量都有所限制 但是你买K-Car的话政府会给你税务优惠 停车位也比较省心 简单来讲就是省钱省麻烦啦 所以当地的人普遍都会买这一种小车来做日常的代步工具 既然不会长不会宽 那我就跟日本的屋子一样向上发展好咯 K-Car这种高车顶的小车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它的原型车是Daihatsu Move L900 也就是Mira L700的高顶版 动力方面它和格里萨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在内部空间的这个灵活性上它就更胜一筹 这辆车很实用真的是可以去IKEA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是开这辆车的 什么T-LAM 啊 桌子啊 椅子啊 我那个时候还有参乐团 拿来再乐器再鼓都可以 而且那时候我还给了这个Move L900的座椅 前面是这个整排的bench seat 后面的椅子还可以像MPV这样折去前面 使用性更高 讲到改车啊 这个格里萨还有格纳瑞的年代就是我们这里 JDM 考虑的最亏黄的时候啊 刚好那时候Proton Kaki也在玩Mitsubishi 然后Honda也是在Baltek啊 那这两款车呢因为它在日本是有很多种版本的 像Mira L700就有这个好像Evo 3的Quarrate TR 还有模仿Mr.Bean Mini Cooper的Mira Gino 外形是够奇怪啊 内装也是古灵金怪很多东西玩 至于Kanari就更好玩了啊 他的日本兄弟Move在日本有什么大小眼和花生眼的Move Custom 还有就是我们叫罗里头的RS版 是不是很香 至于内装啊 椅子就已经是够特别了啊 它还有Column Shift 排档杆 我的就换了水晶棍 还有这个Hello Kitty门锁 真的是把日本人搞怪的功力完全发挥出来 而且这辆车在日本竟然有全景天窗这个东西 它可是辆90年代唯一的车哦 所以其实当年也是有不少玩车的Gargate选择这两款车 后期甚至还有人把 带它是YRV的K3 VET 一点像涡轮引擎丢进这两台车里面 因为它算是Plug and Play啦 引擎也不用改 只是换一个Cross Member而已 而且JBJ可以Pass 你想象一下一台700-800多公斤的车 用一具140PS的引擎是有多够力 也因为动力好而且又省油又没有什么问题啊 而且又好玩啦 让这两个兄弟到现在的二手价都还是很硬 已经是接近15-20年的车了哦 可是还要卖1万左右哦 当年他们只是卖30万令吉而已 第二名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King 我叫他King不是因为他无所不能 而是因为他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用车环境 他让大马人知道 没有屁股的车其实也可以是很胜任的 日常代步车来的 Myvi在我国一共推出了三个四代的车型 和其他Prodot车款一样 第一代的Myvi在日本是有Toyota发售和Dazubun 这两个兄弟的 当时Prodot的想法其实是要为这个普遍 以Sedan为主的大马市场来一个特别一点的 B-Segment鲜辈小车 并没有想要当销售王还是什么之类的想法 但是因为这台车空间宽敞 容易开 省油 然后又是日本科技啊 加上4万到5万令吉的这个售价啊 一推出以后 BOOM 大卖 而且还好卖到让Prodot的销量超越了Proton 也一直称为No.1 直到现在 加上他拥有非常非常宽敞的后座 以及很实用的这个座椅折叠功能啊 要拿来载东西其实也是相当方便的 他能够成为Prodot最畅销财款之一啊 理由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Myvi这台车也让我们见识到Prodot的Marketing到底是有多强 他们完全知道马来西亚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第一代Myvi他就给你漂亮的Optreton自发光仪标 那个时候是Lexus 还有 Corolla Altis 这种车才有的东西 还有这个LED尾灯 第二代他给你像Camry 这样的Meter 还有资讯显示器 然后也用上那个时候很Atas的鱼眼大灯 以及这个电动折叠后视镜 还有就是SE版本这个完美演绎小钢炮这个形容词的车型 甚至在第二代车型他还推出了很会跑的1.5版本 你说年轻人能不爱吗 来到了三代的Myvi其实算是Prodot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旅程碑 因为这一款Myvi不再是铁牌Passo和Bund 而是Prodot自主研发 车体完完全全是自己设计打造出来的 可能你会讲 咦 Beza也是这样吗 可是 Beza 至少是AXIA这个印尼Diatsu开发的A-Segment小车所延伸出来的一个Sedan车型 但是Myvi可是完全没有一个原型车哦 也因为三代Myvi不是基于JDM日轨车打造 所以他也没有以往Myvi那个为了空间而方正的造型 变成大马人更爱的 流线型 但重点还是在他的这个配备还有技术上又在进步了 首先配备他就给你LED头灯 然后他有这个无钥匙进入啊 防盗包包卡扣啊 这些很方便的设备 但是他还成为了这个拓荒者在这个价位上导入了 A-Segment主动是安全功能 引擎方面他也更晃散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油耗表现方面是再度进步了 同时内部空间表现包括尾箱空间也是 更加好了 他加大了啦 在售价上他还是维持之前的那个Range 结果就是 他还是继续很好买 尽管 同级对手比他还便宜 要如何定义Myvi很有影响力呢 一句话 你的人生中就算你没有拥有过 但是你肯定接触过Myvi这辆车 就算是把这个Grad完全拍出在外的话 因为你一定会有朋友啊 还是 亲戚啊 还是家里人 有一台Myvi 好像我本身其实就做过几台Myvi 上闪下海了 尽管我并不是这个Myvi的车主 第1名当然是最具代表性的 Perdot Kancho 我刚才就有提到说Kancho是基于Mira L200 这款Diatsu小车打造 当年这款Kcar推出的时候 算是让大马人大开眼界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身形和引擎 都如此秀贞的小车 不止车身小巧 Kancho的这个引擎排气量也是非常的迷你 刚开始发布的时候他搭载的是 一具660cc的自然进气引擎 很Q啦 最大马力也是只有31PS而已 过后才追加了国际版Mira的 这个850cc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提升到 37PS 在变速箱方面的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早期的660手牌 它还是4-speed manual而已 不过也因为这样啊 这台车很省油 加上构造简单让它很耐操 很耐用 刚才我们之前的这个 马来西亚的清风侠 把干净开车这样 都还可以继续走 也因为这样 Perdot开始建立了它的好口碑 加上在售价方面在当时来讲算是前所未见的便宜了 当时最便宜的干净要加不到23000令吉 不过 配备方面是蛮basic的 它没有power steering 没有电动车窗 没有唱机 没有防盗系统 没有RPM表 连钟都没有 不过幸好是还有这个空调啦 因此干净成为了许多人的 第两车 更成为了我国驾驶学院的首选 我相信80后应该都是用这一辆车来考车的对不对 4-speed manual嘛 我那时候还拿它来各罗利 不过我觉得干净的功劳还是在于它让许多低收入的家庭有了一个更好的出门环境和条件 以前可能只买得起摩托的人们现在多了 一个选择 你不只可以再4个人 重点是 再也不怕风吹雨打的 如果说德国有Volkswagen Beetle 这个人民车 那马来西亚出了1985年的Saga以外呢 这个干净当之文亏 而且这个干净它其实也后期的Galisa还有Ganari一样 那就是它的日本兄弟 拥有许多古灵精怪的JDM车型 改装部件也是琳琅满目啦 无论是外观还是这个底盘部件啊 都拥有许多许多的选择 而且Mira L-Long 摆在日本的这个660cc的涡轮引擎 我没有记错的话啦 它的输出其实反而是比Galisa 1.0NA的那一具引擎还要更加高 这也让当时许多的干净车主 趋之若物 纷纷选择移植这一具日规的涡轮引擎 享受Mira L-Long所带来的快感 没有钱玩Revolution 你还有干净可以养活牛 好啦 以上就是我小明所选出的5款我觉得最有影响力的Purora车款 我觉得Purora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一直都在秉持它的这个造车理念 还有卖车理念啦 那就是为人民提供经济实惠又实用的车款 不管是以前的Kantio到后来的Kanari Kalisa 甚至是之前的这个Rusa还有Kambara 全部都是为了给我过的人民有一个更加容易负担的 车型 重点是 1994年最便宜的Kantio卖一个23000令吉左右 而在27年后的今天 你还是可以以同样的价钱买到最便宜的Purora新车 那就是 AXIA E 而且在同货膨胀之下 这个AXIA E它也是有膨胀 但是是在配备上 它的配备方面是比Kantio配信好很多的 看到Purora厉害了吗 怎样做到的 靠的就是 成本控制 Purora现在的新车有95%的部件是本地制造 包括引擎在内 它们也是在这里有厂的 以前的Kantio和Kalisa那些 只有60-80%是本土的部件 这样做出了控制成本以外 最重要的是它对我国的工业也是有所贡献 像是9月集会啦 还有就是 技术转移给本地的这个厂家 而单单在去年Purora就花了60亿来采购零件 所以它不只是对这个汽车消费者有贡献啦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其实也是有贡献的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 Purora也一直在成长 它的车继续省油 继续耐用 继续省心 继续容易养的同时 它又一直不断推陈出行 带给人民更多的东西 配备也好啊 安全性也好啊 我觉得它可以算是我国汽车业的 开模之一 讲了这么多你可能会在想 是不是业配来的 没有啦 Purora其实没有给我钱 不过Purora如果你看了这支影片 你要给我钱 也是可以啦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Purora前车主啦 看着Purora这样子成长才有感而发 但我其实也是Proton车主 所以接下来 我也会讲 Proton 也是同样类型的影片啦 期待的话 就记得 留守我们的频道 在看这影片的你是不是Purora车主 还是这个XPurora车主 欢迎在下方报道 顺便分享你的这个Proton车故事 什么加感救 嘴到女朋友 到结婚生孩子啦 都来都来都来 还有就是喜欢这一类知识型影片的话 记得按like 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不妨留言给我知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 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回再见 Bye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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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